大家好,我是Kingston,連敬陷 和大家回顧剛剛過去那個星期 或者過去那個月的廣估表現 和展望下個星期和9月份的走勢 經過了6月份和7月份整體股市下跌之後 8月份終於迎來一個彩虹 出現了暗月的上升 升幅來計算大概是645點左右 大概是3%左右 曾經在8月初的時間 指數曾經是低見16441點 接著就逐步反達 在星期五8月30日的時間 曾經是升到上去18202點 有差不多1600點左右的升幅在這裏 反達力度是相當不錯的 一個星期來計算 恆智也在連續四個星期上升 升了大概377點 尤其是星期五的時間 終於重上18000點的水平 這個原因我相信是最主要的 是受到內地A股的表現 理想所帶動 A股經過了差不多四五個星期下跌之後 終於是有一個上升的情況出現 這個我不相信也跟人民幣轉強 是有一定的關係 在離岸的人民幣 在星期五的時間 曾經是大升上去 是7.07對美元的水平 這個也是幾個月以來 最高的位置 所以令到A股做好 從而令到港股 是有個比較好些的 白月份的表現 指望未來一個星期來看 我相信市場都要繼續觀望一下 因為即使星期五的表現好 但是中段的時間 曾經去到18,208點 但是收市的時間 都落到17,989點 即是說18,000點是收復不到的 站不到18,000點的樓上 但是也可以說 站得穩在100點線 最高的一條線之上 港股不可以站穩在18,000點樓上 最主要是受到 是內銀股份所拖累 因為多家內銀股份公佈了業績 都是令市場失望的 雖然幾家內銀 都開始派半年的息 但是他們的業績來看 是轉差了 五順利方面 基本上每間都是按年 跌了1.5% 當然直至星期五收市的時間 還有幾家內銀都未公佈 所以不排除這些內銀公佈了之後 如果都是令到市場失望 接下來一個星期回來的話 都有個機會 市場又再有些調整 都不定的 利好因素的話 看見到人民幣上升 但是是否可以持續呢 到底有沒有什麼 實質的原因 帶動到人民幣上升呢 暫時還未說很明確地看得到 所以會不會持續有個聲勢在那 如果不是的話 A股會不會有機會再回落呢 也都是市場繼續觀望著美國的情況 尤其是 接下來星期五 會公佈 美國最新的就業數據 這個數據 市場都相當關注的 之前一次 一個月的 數據公佈之後 就引發了黑色星期一出現 那會不會今次的經濟數據 也都是差呢 這個大家可能會是 對於來近一個星期的股市 會是比較審實一些的 那所以 來近一個星期的港股 那我想 如果要上升的話 都是最多去到一萬八千二 一萬八千三百點 就會有阻力的 那如果不可以進一步上升的話 有調整的話 很可能會調整下去 一萬七千五百點左右的水平 那而股份那方面 可以繼續留意 是電子消費的股份 例如售機相關的股份 那這類股份 會有機會 繼續查到蘋果的換基礎的概念 可以繼續大家留意 Hello 大家好 有一個星期 我們見到 在剛剛星期五的時候 尾市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最後一個交易日 亦都是八月份 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後 我們見到港股升得很厲害 一度升超過三百點 主要就是因為有個消息 就是中央有新的政策出台 那根據彭博的引述 他就說 現在中央有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說 那個全量按揭客戶 是可以跟銀行 重新協商這個防貸利率的 那一直以來 一直都要等到一月份 才可以重新談過 那大家都想到 現在都只是八九月而已 你還要等到去明年一月的時候 那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背著一些很貴式的防貸 那我想香港人應該很清楚了 那變成負擔很重 那現在不用等到明年一月了 就說現在已經可以做 甚至乎讓你轉按了 那希望呢 用這個比較低的利率 可以去做這個防貸 希望可以釋放多些資金出來 就可以谷消費 那利用這個內循環 希望可以令到 那個經濟復甦步伐 就可以強勁起來了 好了 那我們都要留意 就是這次這個 按照最新利率簽訂的合同 亦都可以轉按 這個 是成為全球的金融危機以來 首次 即是內地 是允許這個轉按的操作的 那所以 爲什麽 港股突然這樣升 亦都見到 哇厲害 那我們見到最後 星期五的時候 港股的成交 去到一千七百億了 那我們都見到 國內A股那邊的市場 亦都升得挺厲害的 可以看到 上正那邊就不是升很多 升了19點 但是深正成分股那邊 升了2.38% 升了194點 即是比港股升得還要厲害 去到八千三百四十八點 主要就是剛才說的原因 那所以 今次來說 亦都是中央釋放的一個信號 大家很自然就會想到 內房不是會因爲這樣 而應聲反彈 因爲受惠 好了 因爲可能多些人會轉按 或者一些新造的按揭 可以用一個較低的貸款利率 希望可以谷到那個對內房 房地產的需求 好了 至於有什麽板塊秀裏呢 雖然你說升了二三八點 但是我們見到 那些耗銀全部都跌 大部份都 爲什麽會這樣 理由就是因爲 現在你要壓低一些 壓低一些利率 是不是 那你壓低一些利率 那自然 銀行的利息收入就會減少 還有現在你容許轉按 就是容許搶客 是不是 本來在我那裏按著 現在突然說低一些 你轉去第二處 那銀行那邊就要想 首先 怎麽保住自己手上的客戶 先 因爲如果你堅持 不減你的房貸利息 那客戶可能轉去第二處 是不是 好了 但如果減多少呢 那怎麽又可以拿對手的客戶回來呢 那這個又成爲了另一個的戰場 那所以爲什麽浪銀 因爲這樣 而在升二三百點的情況之下 普遍都要向下跌呢 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好了 Anyway 那我們暫時看到 接下來後市都要看著 究竟成交能不能夠配合 星期五是很帥的 成交有17億 但是能不能夠可以保持住呢 因爲我們看回整個八月份 絕大多數的時間 一千億都不行 很多時只有八百億 七百幾億 甚至乎最低市的六百八十億 七百億都不到 是啦 所以未來希望那個成交可以更多 如果不是你這樣升 其實都是乾星來的 這方面都要小心 而且都見到 後市到最後 就是八月三十號這個位置 到最後都站不到萬八 下回來少少 那看看未來九月份又會怎麽走 所以未來我們要留意著 究竟成交行不行 另外就看回大市 可不可以繼續守住 二百五十天線 真是條牛熊分界線 一日不穿的話 都不需要看得太淡 但是相反 如果一穿了的話 大家就要小心了 好了 至於國別股份方面 今天見到 友邦曾經一度再創新高 去到五十七元這些位置 之前說了 新增業務價值升了 那份業績漂亮 再加上回購等等這些動作 我預計 接下來他有機會再試 大概六十元左右的水平 是的 投資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國龍政見的林家康 為大家說了 踏入這個九月份 接下來的市況是怎麽樣 大家看到了 上個星期五 只結算後來講 恒指最高 去到一萬八千二百幾點 在這個一萬八千三百前來講 就有一個幾大的阻力距離在那裡 同時間你看到 美國來講 那個道指方面來講 都繼續 是插著這個紀錄的高位 納指方面來講 雖然有輕微的調整 但是調整的幅度又不大 所以現在你看到 現在美國的市況其實呢 就是插著一種東西 就是九月份 究竟美國聯儲局減息多少 其實九月份減息的機率 已經是100%了 現在是博取 究竟是減息四分一的機會大些 只是半厘的機會大些 那現在來講 我個人認為來講 就是應該是四分一厘的機會大些 為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在上個星期來講 經濟數據顯示得到 那個美國的每週失業 這個人數的申報方面來講 沒有什麽太大那方面的上升 反而來講有輕微的下降 那所以這個數據呢 是會令到聯儲局審慎能時 寧願初步減一減四分之一 好過你減了半厘之後 後來如果經濟那個通脹的壓力不降落 你可能到了11月 就無以為計是不能再減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9月份 減了四分之一厘 那11月份再減四分之一厘的機會呢 就非常之大了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聯儲局呢 就應該用一種叫做 萬步緩進的方式 去做一個減息 那所以呢 今年來講呢 減息兩次 一共半厘的機會是極之大 有機會如果你說通証數據 稍為再回落一些呢 連12月份呢 都有機會減息的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來講呢 香港受美國減息的利好因素呢 就會發酵了 那所以為什麽呢 上個星期恒指一路呢 是升到這個18,200點 升破了那個位 保利加通道那條頂線了 那所以呢 接下來這個星期來講呢 我覺得呢 他在保利加通道頂線呢 是會有些阻力 那但是呢 回肚不會太大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過了這個月中之後呢 美國是必然減息的了 那所以呢 就算回肚 都是輕微 回肚一下 或者嚇嚇你一點點 那接著來講呢 轉定他又繼續上升 整體來講呢 我相信今個月份呢 九月份呢 是有機會呢 是有機會呢 行指慢慢慢慢呢 上移到18,500 18,600 絕對不出奇的 那所以呢 醒目的朋友 千萬不要 隨時呢 就去做淡 因為在加息 在減息這個憧憬 接下來的時間呢 你去做淡呢 其實風險 非常之大 那所以 大家都要珍惜一下 減息呢 足足呢 是熬了這個 兩年了 在過去這兩年多 美國呢 一直是這麼加息 加了11次這麼多 令到香港的息率都高 從而令到房地產的市場呢 都下滑 所以今次 美國 開始減息這個部分 是會令到 香港的房地產的市場呢 都活躍了 樓價都會好一點了 所以呢 未來來說呢 我覺得 恆子 都是會繼續上升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中信昌 繼續和大家分析市況 展望下周 見到恆子 今個星期呢 在17600附近呢 是有買盤支持 而去到星期五呢 有利好呢 就突然傳出 話說呢 就是有關方面 這個傳聞就是說 有關方面 會考慮進一步 下調這個存量房貸利率 並且呢 允許高達 三十八萬億人民幣的 存量房貸 去做轉軟 可以令到居民的債務負擔降低 亦都提振消費 當然 這個消息傳出來的話 最大利好是哪些呢 一定是內房物館 見到恆子成分股當中 星期五升得最多的 都是物館股1209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走勢的話 在整個八月都是橫行 好像在儲貨一樣 突然最近沒什麼特別消息都升上來 最後星期五就大升了 看看其他的內房物館 例如6049寶里 還有就是220萬科 其實萬科很威風 星期五是A股 是升停板的 還有960 龍湖688 都有類似的走勢 但值得留意的是什麼呢 上影線非常長 即是說抽高之後高位其實是有回吐的 而如果從基本面去分析 這個傳聞是不利來訪的 亦都見到 譬如939建行 剛巧又是最近兩三天 有個大陰燭 跌下來 成交亦都升了 望賣者1398公巷 以及3988中巷 即是不逐漸望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 上述的傳聞 截至這一刻 即是錄影時間 星期五收市 都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 這一點很重要 而坦白說 就算是真的 利好力度 不是太大 即是不是很基本上 或者很根本地 扭轉到整個行業 和經濟的形勢 如果你說真是落實的話 可能真是減輕了部分 民眾的負擔 但是他省了這些錢 是不是真的會拿來消費呢 還是又說 會不會拿去買多一兩層樓住下 或者放下收租投資呢 亦或最後可能都是儲起來 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全量的房貸 可以得到一個低息的債融資 就肯定會對內銀一個長期的 基本收入造成打擊 如果再看深入一點 調去五分鐘圖 看一看星期五的走勢 按幾隻股份給大家看看 首先看看萬貨有什麼特別 看到紅色 上週就很凶狠 但一入到下午 高成交也是紅色 最後一段其實是沽貨高成交走的 同樣大家都可以自己按一下 看看萬貨就好一點 好一點 688 也好一點 但如果你看看700 看看大市 其實最後是大陰燭沽貨 看看9988 3690 還有9618 你都會不乏見到 其實很多大股 內房股 甚至乎你看看 本地房地產股 恆地這些 最近升得比較漂亮 又好像減息你好的股份 星期五都出現了 這些臨美走貨 或者下午大力沽貨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市場可能真的有些春光 雅朋友獲利回套 而且如果週末真的沒有特別跟進的話 我們又看看恆指 其實恆指去到反大50% 這些位置 如果調回一仙圖 反大50% 即是18,100點 這些位置 其實阻力都很大 整個上映線 這樣沽下來 我覺得未必可以這麼容易 再進一步上破 不好意思 這星期真是病病的喉嚨 不太舒服 而以上也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不一定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我之後在平時 租市錦囊節目內 和大家也會盡量分析和更新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大家好我是Alan 今個星期五忽然間大市就很驚喜地 一間就升過三百多點 應該都是近一個月以來 都沒有試過這麼興奮的升幅 很多股份甚至反彈10%以上 原因在於市場流傳 就是內地容許別人轉按 內地和香港有少許不同 內地的按揭息率 基本上就是你做按揭那一刻 已經定了 即使現在內地的息率 即是走低也好 已經買了一樓 已經做了按揭那班人 仍然是供之前的貴息 但如果一旦容許他們轉按揭 即是他們可以由現在高息的按揭 轉到另一間銀行 或者轉到另一個package 轉到一個現有的息率 如果這個政策成真 就等於要求銀行讓利給現在的業主 即讓利給現在的居民 降低 就是樓宇供款者的壓力 可能減少一些斷供 銀主盤等情況出現 當然如果這個消息真是落實 那對內地的 我相信是消費方面 應該的幫助是會比較大 同房地產的幫助其實就未必這麼大 因為不影響新造按揭的息率 但對於現有在供樓的人來說 負擔的確是可以減輕的 你減輕了公樓負擔 轉化成一個消費方面的資金 便可以高一點 和生活的壓力減低 便可以積極做人 然後又可以提高出生率 這個假設實行的話 我覺得對於內地的經濟來說 一定是利好 即是你說效用是否很大 可能未必 但方向上一定是利好的 那你都要其他政策配合 那內地的經濟才會有機會復甦 但如果真的落實的話 這是一個好的兆頭 亦值得 這個市場就升兩三百點上去 這個不是問題的 只是後續又傳出 其實這件事在中央沒有人提過 但已經被領導否決了 最終是怎樣 等最後落實 因為之前都傳過很多各想各樣的政策 但最終真的落實 其實也不多 所以炒完全民 現在就等待落實 所以這個效果我相信下個星期回來 就不存在了 下星期回來要面對的事情就幾方面 第一個 就是業績期過後 很多炒業績的趨發或理由就不存在了 炒到最後的時候炒內銀 內銀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就是不要炒到最後一刻 真的去到今個星期二或三就很值得 的確就是內銀是星期四見頂 星期四見頂 然後急插 星期五插得更加厲害 因為剛才所說的轉案 降低供流速率 就是要求銀行讓利 假設對經濟好 但對內銀來說 一定是一件利淡的事 再加上之前炒價加派息 也不太實現 實際派息比率不會增加 只是一炮過末期式派 現在分開中期式和末期式分兩次派 所以薄息那些 我相信下星期都會繼續獲利 所以內銀的確是對市場構成一定的壓力 另一方面 就是美國炒這個減息月期 其實都慘到尾了 你見到金、獲債、crypto 都很明顯有個見頂回肚 和有個獲利的壓力存在 我相信傳統來香港 那些炒炒減息的 即是本地的收租、地產、零售 都可能會有所調整 再加上下星期都很多 內地的經濟數據會公佈 即是PMI等 你都不會期望有什麼驚喜 帶到給市場 所以這可能都是負面消息的 所以萬八樓上的獲利壓力 真的確實是比較大 所以下星期回來可能稍微 市會偏淡一點 但也不需要太過驚慌 我相信到172這些位置 短期來說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辦法看好 又不是的 汽車其實也值得大家關注一下 因為八月中出台的補貼正常加碼 即是依舊換身 新能源車和傳統車 補貼金額由15000-7000增加到25000-25000 這個對於汽車股來說是有個實質的利好 尤其是價格Range 可能是幾萬元到十幾萬的Range 即是長城、比亞迪、吉利等 我相信是會有實質的利好的存在 另外就是理想 雖然第二級的業績是很差的 因為銷量低所導致也大半時間沒有補貼 但五月中後開始有補貼的話 對長城來說 無論銷量和模擬率 價格上的壓力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這些可能是有機會可以追一追落後 或者這些位置如果不是升太多 應該都是可以入場薄薄的機會 整體下個星期都是平穩 但稍微偏淡一點 原本強制的板塊可能有互動的壓力 例如內銀這些是最明顯的 然後有些板塊可能機會逐步展現出來 好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大家好 看回整個八月份來講 港股的走勢都是比較上反覆 但如果看回整個月來講 其實他們就差不多 累積都是有個升了差不多644點 升幅來講都超過3.5% 這個有少許大家意料之外 當然推動的因素就是 或者為什麼令到整個月 先低後高都有不同的原因 當然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 就是在這月初曾經擔心 入圓的套式交易拆倉 都擔心美國經濟衰退的移雲 和減息的因素來講 都令到整個環球股市 尤其是日本的股市來講 其後來講都逐個逐個逐個是收穫失地 而港股來講雖然有個波幅 但是沒有這麼大 但美段來說其實都 我想受惠有少許 其實我覺得就說 其實成交就不是多了很多 不算最後這一天 可能MFCI要收拾那些食份股 最主要我想是人民幣的匯價走強 令到美段來說 都是說有些重磅股 是繼續做好大同番 當然看回整個月來講 港股的走勢板塊輪動的情況之下 也有少許接棒接力 亦有個走勢參差 例如內銀股 美段來講就回調 而石油股中段都比較反復 但後向來講最重要 我想大陸九月份來講 都是看有沒有新的資金繼續流動 減息來講 我想都已經是大家預估了 或者是在市況上反應的 所以走向來講 踏入迎接新的這個月 九月份來講 未來的走向先看一環板錢三個阻力 是否真的有條件 大成交突破 其次也看回以往的環球股市 九月來講 其實反而是比十月份 普遍是偏弱的 包括美股來講 都會看回可能會否比較上 反覆一些 因為這樣也很會消化了 在大選前來講 也可能會有些資金 本來炒損一些有利的因素 如果加上業績來講 其實都會減少 都會減少 或者也都見到 其實整個七月份至今 納指或是 例如M7的股價走向來講 其實都是有少少走向偏弱的 所以分發發展 分流發展 這都比較上是值得去關注 所以我想九月份來講 反而都是在八月份 其實在美段 八月中後巡 如果整體環球股市的後抽來講 九月份 反而我覺得都需要比較上 可能要小心 可能有個月中之前來講 可能部署都比較上審慎 或者趁好 慢慢減少 直至九月下旬消化了 看清楚走勢才會再部署 至於你說的版法來講 其實都見到 都輪動 可能第一就好看業績 業績其實 其實出來之下 對整個行業 可能都面對利好的利淡因素 但都不是一面倒 全部都是一定是造差的 所以我想選擇性 亦都大陸九月份來講 選股或者是比較重要 而版法來講 其實都見到 有一點引指 就是上個月底來講 即是八月份 八月底來講 都見到 人民幣的匯價走強 似乎是對 加上一些政策 這個是 短定的場就難說 但是都似乎 對內力方面的 除了貨幣政策之外 財政政策 或者針對來房 都開始做多些事情來講 變成部分的中資股有條件 追回落後 有機會可能是抽上 反而傳統的經濟股 就好看什麼行業了 內潤來講 就似乎大家 對派的中期息 就不是那麼領情 盈利方面都回落 但是內險股來講 血相股就照顧上升 這方面是一個 輪動的趨勢呢 其次就是 譬如說 石油股也是一樣 或者是牛油股來講 會不會主力 也都集中在上油的股份上 這些我想都值得去考慮 誰不知新經濟股份來講 我自己就覺得 都是跟著業績走 但是反而有產品有品牌的 股份 例如小米 或者是硬件的股份來講 可能推動力就比較上強 所以這方面 都可以去關注 當然也有少許地眼鏡 有些真的做得蠻不錯的職休股 例如好像美團 不過這已經反響了很多 或者也都見到 例如有幾隻 做這個 和手機設備相關的股份 都值得去考慮 從九月來講 都是推出過手機的旺季 這可能藉著 市場主導的因素 都可能會找到一些投資機會 今個星期和大家分享 到時再看看 大約九月份 再看看正式 大約九月後市場的變化 再和大家再講 九月正式的部署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 歡迎可以按Sup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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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מצ 嘻 非常 故意 做些